副院長下一階段有可能列不分區爭取立法院長嗎 會排斥或是有醫院嗎 或是您認為柯建民蔡時昌適合嗎 請教副院長看法 我的責任就是全力協助內閣 協助陳院長把這個執政的工作做好 那我想選舉的安排由政黨來處理 我相信民進黨會很有智慧排出最好的名單 有人在問說聯合政府 我跟你講只要我當選百分之百是聯合政府 因為我民眾黨沒那麼多人 一定聯合政府沒辦法 我跟你講我當年進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每次說只有我跟蔡壁如兩個孤零零的進台北市政府 兩個人 所以一定聯合政府 但是我後來發現 台北市政府為什麼那一段 你看看 我知道某一個市 他換一個市長結果當大吊洞 你知道 所以那個為什麼後來 performance不好 我選上以後 你知道 每個區長都在想說 奇怪我會不會被換掉 結果隔了半年 發現我怎麼都沒有被換掉 我說你們不要怕 因為我沒有人可以換你 你看我主政 我當市長八年 我的區長 你知道 只有退休的 升官的 還有那個做超過八年 換位置 換去 這樣 從來沒有換過 所以他變成一個很穩定的結構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不見得說 王美花一定要換掉 王美花一定要換掉 董事長很care王美花 你王美花就沒有了 我現在比較收斂 我差一點忍不住說 他怎麼會上任 這次發生了什麼事 你敢怎樣 沒有兩個都是小英的人 尋妹啦 尋妹啦 那兩個頭子壞掉了 拜託 他什麼都不會嘛 把那個電能 綠能搞成了一個 我們的電力政策整個失敗 台灣要亡國你都不知道嘛 沒電啦 王美花要負責嘛 如果有一個人 一個沒去做部長 一個沒去做 一個人去做 什麼 國安會 國安會 這太離譜了嘛 蔡英文用人 全部是在旁邊找人 你知道嗎 這個弄得國家一塌糊塗 這個國家快亡了 我跟妳講 可悲 全部要換掉 我先給妳講 可悲講到聯合政府 可以繼續告訴我們 您說您想好行政院院長的部分 我把這位個人講 行政院長 因為是這樣 下一屆的立法院一定是 三黨不過半的機會很高 民眾黨再怎麼厲害怎麼厲害 十幾席啦 不會超過啦 所以應該行政院長應該由 國會最大黨來推薦 那有可能是 這個也確保說 那個政局的穩定 國會的最大黨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問題 這個關鍵問題喔 所以下一屆政府 民眾黨一定是關鍵少數對不對 對 那就是妳不排除跟 在立法院 不排除跟民進黨 組織立法院長的 這個共識的可能性喔 不是啊 我再講簡單一點 民眾黨在下一屆的立法院 不排除跟藍綠兩黨都有合作的可能 是這樣講法 對 包括綠黨喔 包括民進黨 對 對 這個民進黨好看來 一定是這樣喔 對 這個很好啊 所以在這個 這個很重要 如果他選上 就是柯P第一次表態 在立法院有可能跟民進黨合作喔 如果民進黨 柯文哲 不是 柯文哲會跟柯建民合作啦 是 老乖喔 柯建民現在在看電視喔 看起來很開心 哇 又頭路了 對不對 所以柯P柯北再重新論述一次 如果您當選總統的話 您承諾喔 或者是您計畫 在未來的立法院裡頭 是由最多數 最大黨的人來組隔 來當 那當然嘛 這是沒辦法 這是事實啊 那如果是民進黨 最大黨 有民進黨的人出來當院長 但是一定要有民眾黨元素啊 不是啊 這個是確保政局穩定 不然你還是會倒閣啊 什麼也很麻煩啊 是 還有這位先生 最後最後還有一個 他很怕你會退選 你知道嗎 他說齁 再請你說明一次 您只有當選總統一路 絕不退選 對啦 這個我跟你講 台灣民眾黨都已經提名我了 現在要怎麼處理 一定要選到底 現在有行政院長的人選了嗎 那有網友點名說 李弘元他有可能嗎 唉這個 選上的再煩惱這問題 那為什麼都會想要先封關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爭取支持 沒有啦 人家問我才會打拼 這樣會不會講 廣播節目有說到想好了 以後如果選上總統的話 行政院長會是誰的部分 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哇這個 你下次安排我專 再跟你講好了 來 主席可不可以請教一下說今天這樣子來是希望有些非綠的力量也可以藍白河嗎 應該這樣講啦齁 其實我們也不會說什麼藍白河啦 綠白河什麼河都可以 我覺得最重要是幫台灣選出最好的人才這樣就好了 大主席想要問一下關於就是 郭董他之前有說 他有可能可以這樣併購民眾黨這部分 你怎麼看 沒有啦 併購是商業用詞 政治上還是有他的 一些理想性 因為商場上 完全是要考慮錢 不過政治上還是有他的理想性 這個 郭董講的話你們應該去找郭董解釋 怎麼會跑來就問我 主席那今天來一個來 一個來一個來 福茂議題強調要堅持九二公式 認同九二公式嗎 什麼 那個 朱鳳臉提到福茂議題強調要堅持九二公式為基礎嗎 國台辦今天要呼應九二公式說兩岸應該 認同一個政府 一個來一個來 你們要排隊 抽號碼排 你先 我說 朱鳳臉提到福茂議題強調要堅持九二公式為基礎 那主席你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嗎 然後這樣算不算以金逼陣 朱什麼 朱鳳臉 就是國台辦的發言人 他講什麼 福茂議題堅持要九二公式為基礎嗎 這是這樣 這個我也在公開場合講 問得過 到底九二公式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 我從來 我跟你講我到現在為止 找不到一種很明確的 因為我們是 做什麼事情都要clear cut 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反正我到現在為止 還不曉得九二公式是 他的很明確的文字上的定義 我倒覺得是這樣 九二公式在台灣已經 超過30年了嘛 所以 為什麼一定要拘建於一個名詞 有實質的交往 有善意比較重要 每天在拘現在那個名詞 搞得大家都不高興 沒有必要 辯論會時要問侯友宜什麼問題 我要先確定她 7月23號 23號我還在 你說 這樣見縫插針耶 不是啊 不是啊 這很務實的題目 侯友宜扣印進來 不是啊 不是啊 她說我 侯友宜扣印進來啊 不是啊 你是問說我要問她什麼 我要先確定她有沒有機會被我問到 好啦假設假設齁 假設這個侯友宜還是代表國民黨參選到底 在辯論會的時候 你要問侯友宜什麼問題 社會住宅的數量嗎 還是 不會啦不會問她 你要問她什麼 據說我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要問她 她的存在感這麼低喔 你要問她什麼 我要問她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是總統參選人 那你要問賴清德什麼問題 賴清德那就是 就是 就是請問她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她自己講的 沒有 我先跟她 前面先扣帽子 先扣帽子 我說美國政府已經通知我們 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獨 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已經把題目跟她講 回去就準備了 那假設 對不起 假設郭台銘 最後她如果要獨立參選 你要問她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不用問 沒有問過這個問題的 蛤 這個問題我們問過的 沒有獨 喔 問她什麼 對 這個 等7月23號她有出現 我們再 再來思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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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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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